这首被称为大明朝专属配乐的BGM 实际上是一首印度神曲 歌曲出自两年前的印度电影后现代罗摩衍娜 并由著名作曲家阿努普·卢本斯创作 模型的旋律却气势磅礴 并带有浓厚的历史感 很难不令人想到古代战争时的震撼画面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许多听似本土的国风歌曲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 比如这首《故宫的记忆》就是由日本二人组合神思者所作 曲子大气磅礴又不缺古韵古香 舒展激昂的提琴协奏在琴弦的冥想中 诉说着一个历经沧桑的文明曾有的辉煌 曲子大气磅礴又不缺古香 上世纪90年代 世界殿堂级音乐家雅尼所创作的一首《夜音》 就凭中国风十足的旋律 敬验了《中国轻众》 此曲更是一度被收入到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中 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夜音》 这首在《神雕侠侣》 《天龙八部》等多部经典电视剧高频运用的曲子《英雄的黎明》 由日本著名音乐人恒山金儿所作 二胡 古针 琵琶等众多中国民族乐器的运用 十曲中气壮山河的气势 不能言喻的英雄柔情 参呼其中 让人回味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